这未来 黄志导 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黄志导您好 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苏诺克江苏金英赛的 简单情况 这个总共是有 12位的顶尖高手 参加了这个比赛 那么 他们总共是分成 两个小组 每小组6人 先要进行一个 单循环 小组的前两名 将会进入到半决赛 小组赛采用的 是三局两胜制 我们刚刚一看 这个爱博顿上来的开球 就是 跟平常的开球不一样 平常开球呢 是开这个 基本上 90%的这些选手 都是开最下面 那颗红球的薄球 目的是让这个红球 尽量不要太散 那么 刚才我们注意 这个爱博顿的开球 是开的 从下面这个脚上 属第二颗红球 往上属第二颗 这种开法会把红球 开的更散一点 那么这也就是体验出来 这个比赛啊 相对来说呢 大家打起来还是比较轻松 有一种表演赛的 这种感觉 而且我们也看 这个字幕 现在非常清楚的显示 中间是一个三字 我们这个小骨熊 还是采用三局两胜 我们知道 在职业的排名赛当中呢 在初赛阶段呢 都是采用的九局五胜 最少都是九局五胜的 这种塞制应该说也是比较这个 干净的一楼脆啊 很快 如果是 一个形式比较好 大家两个人的状态好的话 快点的话 估计可能半个小时 要是2比0的话 嗯 非常快 还真是 短局制啊 嗯 比起一上来就状态非常的好 你调整状态的功夫 对手可能已经 把比赛结束了 没错 这球是 打厚了一点 那么这种短局制呢 我觉得对观众来讲呢 可以看到更多的选手的表演啊 因为如果是九局五胜 可能你看一场球下来 如果这场球打的慢的话 再打满九局 可能要这个三四个小时 那么如果你在坚持看第二场呢 可能会觉得比较疲劳 而这种短局呢 这次江东军赛特地安排的就是 连续的去进行 那么第一场完了 紧接着后面就是 第二场的两名球员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第一小组的一场比赛啊 另外一块场地 同时进行的是第二小组的比赛 对阵的双方呢 是霍家俊和马克赛尔比 对 在现在我们看到的 埃布顿和亨利这个小组里边 还有另外的四名选手 分别是我国的丁俊辉 李航 以及 瑞恩戴和马克埃伦 那么在昨天的小组循环赛当中呢 应该说 在第一小组当中的两名中国选手 表现得都不错啊 那么李航呢 是这个非常出人意料的 获得了三场比赛的胜利 到十九岁啊 九零年胜利 九零年胜利 四十 如果在今天的 今天将结束小组循环的 后面的比赛 如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丁俊辉和李航都有好的表现的话 是有机会双双携手 这个进入四强的 四十 分得利 目前在零八零九赛季结束之后 世界排名是排在了第十位 而他的对手 爱布顿是 在拿到了今年的中国公園赛冠军之后 使自己得以保住了 这个世界排名前十六 目前呢 是排在第十四位 20 应该说爱布顿在上个赛季 除了中国公开赛 有上家表现啊 其他的比赛应该说 发射可尘 没有什么 太多的亮点啊 也是由于受到这个 家庭的因素的影响 爱布顿是经历了 上个赛季经历了婚变 对 人时我还没有下球的角度 嗯 他还是没有下球的角度 嗯 从中还是没有这个下球的角度 嗯 这根防守很漂亮 是的 好球 力量线路都是非常的清楚 有麻烦了 将输入精英赛这是第二年举行 那么在去年是丁炯辉是拿到了冠军 在决赛当中是决胜局6比5 险胜的马克赛尔普 感谢观看